各位同学 这年刚过完就有同事想买的车结婚成家用 这不得好好给他安利他合适的 不然网问我同事对不对 刚好这台车也一直是我想结婚之后买的车 没想到被这年轻人给结胡了 哦 原来是小鹏啊 没错 看过小鹏G9后你才更明白什么叫做超值 25万级的中大型纯电SUV小鹏G9 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挡满 要说年轻人大多都是眼控 就这个颜值和块头你觉得如何 还真是长在我的审美上了 结婚之后呢 我也想着马上要小孩 看着后背想好像还真挺能装的 我跟你说内饰更给力啊 有一说一 这个内饰的风格确实看着是我喜欢的 大屏幕看着很爽 我媳妇就特别喜欢在上面看视频 车技还特别智能 尤其是语音交互很老练的 你好小屁 听着呢 温度调到23度 关闭车窗 帮我放手歌 好嘞 温度和主驾车窗调好 厉害哦 那必须啊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配置广宝 几乎全系标配啊 双50瓦手机无线快充 做一家热通风 还有全系800幅架构 充电速度那是嘎嘎快的 这个我很在意 要的就是效率嘛 刚刚我也有注意到 在我们老家清远这种三四线小城市 也有好多小门自建的充电转 可以哦 必须的呀 走 试下感受一下 走呗 没想到这么大台的车 开起来居然这么舒服啊 而且是有质感的那种舒服对吧 又路感又韧静的 多说了 这可是我自己结婚后想买的车 我是多在乎驾驶感受 你是知道的 难怪你前段时间开了这么久的小鹏 还开回湖南老家了吧 我那是深度感受它的XNGB智能辅助驾驶 还真的惊喜到我了哦 全程都很稳 真的很加分 而且现在小鹏一口气开了200多的城市 清远这种三四线城市也能用了 嗯 还真是好开舒服又智能啊 感受了一下还真的爱了 我感觉在25万这个价格 我是真的绕不开小鹏居久了 多说了咱要的就是性价比嘛 如果想更超值一点的话 键选择入门版570 Pro就好了 基本上要啥有啥了 至于续航权的什么 就看自己的通勤需求了 那价格的话呢 哎 别搞得我上销售一样好不好 让旁边的销售同事给你介绍一下 小鹏居久现在全西游会5000元现金 还有5000元的一个装线车补贴 我们有一个最低首付15% 最强供5年的一个低息金融方案 还挺便宜的哦 我真的是有点心动了 是这样 我感觉25万这个价格我非他莫属了 我先打个电话给我行不商量一下先吧 好 关注我买车不纠结 就知道了 我先打个电话 我先打个电话 先打个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